今天又講述環段先述環段18年 公述環段現在那個審核還在行政院 一樣比較打高峰 中央審核通過送到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做細部規劃 細部規劃都好好確定的 然後變預算 計算那個工程價款多少 那才能夠真正把那個施工的干貨土畫出來 所以結論 在市政不熟還是不要亂講話 市長那時候有說市長在那八年 有所謂的政壁改善一些 但是他認為說不夠大 應該要大高峰 包含田園他是講說八年之類會完工 那你怎麼看說是財政講的 那包含另外一個對手長過來 也有提出一些相關的經驗嗎 我想內府的交通 我上次已經說過他是一個都市計畫的問題 那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兩位提出來 尤其是陳部長提出來的 我要強調的是台北市從來沒有停止解決內府的交通 尤其是內府客人去上加班時間 監控時間的塞車 那今天看到的是第一次我第一次聽到的是中央 他前面提出四點 有三點都是中央高公局的事情 就是高速公路的扎道要增設 還是說他的路行要優化 或者他動線要調整 這個是高公局必須要配合的事情 那我們七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交通局 也剛剛才跟高公已開過相關的會議 也沒有聽過這樣的計畫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 如果他們是有什麼新的計畫的話 歡迎他們來跟我們說明 或者大家一起來工作 但是重點在於說 這些包括一個打到一個地下道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台北市交通局 多年前也都有評估過 那一樣的還是牽涉到所謂 到時候松金這個地方的存費 以及我們工程上面的計畫 到底出土量轉彎度斜率 能不能夠符合所謂的道路來使用 打地下道不是用畫的 是要用做的 那我想內部的交通 突然間變成大家這麼關心 我們也非常高興 我們也希望大家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 在台北市 我們對於整個路市計畫的調整 我們都在做進行這個努力 我想市長八年做的是大到闊 小禎美紅應該是民進黨做的 具體可行啊 還是要有一些出土量 我歡迎他們的專家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具體可行啊 具體可行啊 還是要有一些出土量 我歡迎他們的專家來跟我們一起討論